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酒会变色 名字还是皇帝给取的 徐明真正的官方名字是从明朝朱元璋遇刺的 明朝就已经各个环节可追溯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钢是谁做的 哪个厂做的 都必须要刻账 刻名字 稍后敬请收看本期乡图 酒缸里的故事 这片水域是位于江苏省长州市金潭区的长档湖 入秋之后 天气越冷 来这里的人越多 大家都是冲着一种东西来的 那就是大闸蟹 螃蟹已经成了这个时候 当地百姓餐桌 以及各种美食大赛上绝对的主角 在金潭 螃蟹的做法有很多 有一种用传动方法腌制的醉蟹 尤其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周欣做了好几年的醉蟹 因为口味不错 生意越来越好 可是现在 看着别人家的醉蟹销售火爆 她的蟹却迟迟做不出来 这让她心急如焚 原因是 她配料中有一样重要的东西 出了状况 就是我那个醉蟹呢 现在呢 最近呢 要开始做了 但是呢 现在你里的酒 我感觉好像还没出来 你们这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工呢 对于是比较多 这个我们的标诺米啊 灌较慢 还不成熟 必须还要等十天 还等十天呢 至少十天 你也知道每年我的螃蟹 都是 都是等着你这个酒出来以后开始做的 对对对 所以说年已经晚了 所以说我现在我急死 因为气候原因 稻米的成熟时间 比往年推厚了将近半个月 这让酒厂迟迟不能开工 可是这又跟周新的醉蟹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每一年呢 我们这个醉蟹都是不需要等这个 咱们风钢酒厂的这个新米 酿出来的这个新的酒糟 因为它那个你们都看到 这边都是这个钢都是特别老了 好比方说做肉的时候啊 我们要准备一些这个老汤 把它倒下去 那这个味道就更加纯正 金潭风钢酒的酿造技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传承才会有这些老钢 周新也正是看上了这一点 可是眼下这稻米 却迟迟不成熟 当地有一句话 叫尖叶黄稻米收 意思是等叶子黄了 稻米才能收割 看着仍然绿油油的稻田 周新心里着急 可是他又不愿意换别的酒糟 怕影响了醉蟹的口味 所以也只能等着 这些天着急上火的 可不止周新一个人 还有刚才跟周新说话的这位 他叫朱云峰 是酿造风钢酒的负责人 朱云峰着急上火 并不是因为稻米晚熟 而是因为这些 有年头的大酒钢 钢它两年以上 就要开始开裂了 我们的钢 没有不开裂的钢 除非呢 那个钢不是 一性的正宗的 我们晾酒的陶钢 一千多年穿成下来的 必须用这个一性陶钢 用这个钢就会裂 它没办法 因为它发酵 发热的过程当 它有这个热胀能缩 一膨胀一收缩 它就会开裂 那基本上每年 夏天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补钢 定期对这些大钢 进行修补维护 他们才能成为 坚持工作几十年的老钢 既然修补可以解决问题 那么继续修补就行了 朱云峰要反从何来呢 但是补钢呢 它是一个非常传承的 一个手艺活 不是一般人就能补的 每个钢的开裂的系数不一样 所以说他 老师傅看到开裂的缝 他知道往哪边修 有些呢 你这边补了 可能他就明天 就从左边裂开了 他会延续 把它提前修补 所以说他这个修补的技术 他是有凭经验的 一般人也干不了 看着简单 其实真正做的时候 他也做不了 多年来 一直有一位姓丁的老师傅 在修补这些大钢 可是现在丁师傅却来不了 我们那个老师傅 我们最近还跟他联系了 最近他身体还不好 所以说一直在等 这钢都要补的 他今年已经80多了 没人接他班 他也收不到徒弟 也没人愿意 做这个传承的手艺活 目前来说 在我们这个长州地区 还真找不到第二个 我们现在是很担心 眼看着稻米就要熟了 又一轮酿新酒 马上就要开始 可是这些大钢仍然没有修补 是让朱云峰最着急上火的事 可是怕什么 来什么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朱云峰措手不及 现在能做的事 也只有向朋友求助了 有个事我想麻烦你一下 我们那个修钢的师傅 前段时间过世了 我们这个很多钢要等着修 都开裂的 你看你那边有没有 也没有啊 那怎么弄呢 你帮我想想办法呢 帮我找找 你的朋友圈啊 这些帮我打听打听 好不好 这个事真的很麻烦 急的 想想办法啊 好 我等于回话啊 老钢修补不了 那补充点新钢来用 行不行呢 老钢不也是从新钢过来的吗 老钢只会越来越少 肯定得有新钢 不断地补充进来才行 因为刚买的新钢呢 它亮酒啊 它的口感香气啊 味道都不一样 因为新钢里面 它没有九分子的菌群 老钢为什么这么好 它里面九分子都在钢里面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教词 其实我们新钢买过来呢 必须要亮二十钢酒以上 然后这个钢基本上能用 二十钢酒差不多要一年 新钢不是一买回来就能用的 而是需要整整一年的培育 那么为培育新钢而酿的 这二十钢酒 最后怎么处理呢 我们这个酒是不是用来喝的 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 做出来的酒蒸留出来 做成白酒 我们每次亮酒之前 必须要有酒精消毒 这个是点钢 点钢杀菌 就是亮到之前 我们必须要用酒来点钢杀菌 点钢用的酒就是新钢 亮的这个酒蒸留出来的原酒 然后让它杀菌 培育新钢费时费力 成本也很高 去朱云峰估损 培育一口新钢 除了需要一年的时间之外 还需要投入上万元的成本 所以老钢维护就显得更加重要 会补钢这门手艺的老师傅已经过世 以后这些钢该怎么办呢 来 大家坐 坐 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个会 看看我们内部能不能找到 这个免疫学补钢手艺的 现在都学钢了 丁苏家的儿子都不肯学 这个东西赶紧回来 又是会又是多的 年轻人怎么干呢 如果大家想学呢 我们肯定是有补贴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活是比较苦的 比较累的 如果有人学了 还是拿它本来就跟我们工人一样的报酬 还是单独跟以前丁师傅那样子的 那个报酬 这个你们也要给一个明确的打法 我们才好去跟志工商量 是这意思吗 报酬啊 它是额外的 那具体要达到丁师傅这种工资报酬啊 那要看他学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达到丁师傅这种手艺 这个到时候我们再看 如果能培养自己人 成为掌握补钢技艺的手艺人 那是最好不过的 好在目前需要修补的钢并不是太多 稻米大规模收割之后 多做几轮勉强够用 在比往年多等了半个月的时间之后 稻米终于可以收割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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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盗米一收 酿酒的师傅们就忙起来了 经过清洗和24小时的浸泡 这些新闻马上就要踏上他们的变身之旅了 泡透的稻米首先要蒸熟 师傅们说 只要米泡透 在高压蒸汽下一分钟就能熟 如果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 就能清晰地看到稻米被蒸熟时的变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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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蒸熟的稻米 马上就被师傅们 当头一桶凉水浇下去 为了降温 空温 和可制边日搬酒药 我们这个叫凝饭法 还叫碳饭法 原来没弄水泥 其实它摊在猪蟹上 大的猪蟹 把它冷出来再加 给米淋水降温的速度一定要快 一旦糯米搬结到一起 水就淋不透了 多少米要淋多少水 温度才刚好 这个全靠酿酒师傅的经验 随着这一排大缸的电燈 第一批姓名就要入缸了 搬酒药的时候 酒药撒匀 搬酒药的时候 基本上保持在美丽上都给酒药 搬酒药的时候 手要向南把刀插下去 打开 打勻来 这个是经常干活的人 就知道它一个控制量的多少 你控制好 跟淋水降温一样 除了比例 需要师傅的经验之外 另一个关键也是要快 时间长了 它水温 饭它要泄水之后 饭和饭粘在此 你打不开的 你搬进来就挖不动了 它粘在此 你干活就吃你了 搞不动了 你手上全部粘着饭 你刚打开来呢 刚好下去呢 你手 手上不这么沾饭 饭很少的 很划算的 其实很划的 它会动气是 为什么 搬去散温 温度来的怎么散温呢 你凭着它散不了温 中间掏个洞 用了散温 新米入缸才两天 等着做醉蟹的周心 就迫不及待地跑来问了 这个已经这个 车界蒙就闻到这个香味 这个酒特别香 这个酒 这个米已经下去了吗 刚刚下两天 那刚好 我就是要三天的 三天的酒造 第二天的两天 还有一天就好 那明天就可以过来拿了 明天可以 行行行 你看一下 刚才第二天的 明天就可以好了 好 你看已经算煮酒了 这很香 这冒泡啊 对 它在反应 好的 现在是最年轻的时候 现在是第二天 明天就第三天 三天的酒造嘛 对 对 你尝一下 来 这个两天的 行 圆酒 行 风缸圆酒 甜 好喝吧 好喝 鲜甜 就这个味道 对了 好 这风缸酒不仅香甜 它还有一个神奇之处 就是会变色 这个白的是五天的 这个是半年的 这是一年半的 这是三年的 这是五年的 这个是七年的 所以它随着时间的退役啊 颜色是越来越深 从这渐变的颜色中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时间的脚步 随着稻米的大面积收割 酿酒师傅们开始加班加点 从原料和酿造工艺上来说 风缸酒是黄酒的一种 从口感上分属于甜黄酒 那么这种酒又为什么被叫做风缸酒呢 我们金坛县制上都有记载的 就是当年朱元璋打天下 还没成立明朝的之前 他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古龙山 打了一个圣仗 当时打了圣仗都要喝青红酒 在以前就是民间的这个作坊 做的这些米酒 朱元璋当时很高兴 也打了圣仗 当地的这个乡生官吏都在祝贺 朱元璋当时说的 等我哪天打杀江山 登基做皇上的时候再喝 朱元璋当时这么一说 当地的乡生官吏就记住这个事情 然后就把了就存了很多酒 那一过几年过去了 然后朱元璋在南京成立明朝 都天下了登基了 那以前皇上登基 当地的乡生官吏都要去进贡 后来一想 当年朱元璋让我们封了这么多酒 然后就起风送到南京京陵大殿 当着文武百官打开 因为这个酒已经封了好多年了 然后这个颜色就达到了 我们的这种琥珀色 而且当着文武百官一打开 就是酒香四溢 他说这个酒叫什么名字 问这个官吏 这个金贡的乡生说 皇上这个酒没有名字 请皇上赐名 这个丰刚酒的学名 真正的官方名字 是从明朝朱元璋遇赐的 都在金坛县制上都有记载 当时朱元璋还有一个 看了这个颜色 琥珀色 又有一点珠红色 后来就唯一听另外一个 也叫珠酒 是朱家皇族专用的酒 琥珀色 深的颜色才是皇家御用的 一般老百姓是不能买的 也买不到 一般民间老百姓都是喝的 那个米白色的 因为与皇家有了联系 所以早在明朝 与风钢酒酿造有关的人和物 就已经做到了可追溯 美客钢上 这个钢水谁做的 哪个厂做的 都必须要刻账 刻名字 因为皇帝喝的东西 包括容器 包括所有的 跟酒有关的人物 跟酒接触的 都要可追溯的 一般的有一个人 就是可能一个师父 有两个名字 他的徒弟做的 要让师父来健便 师父认为他合格了 签上师父的字 然后徒弟的字 然后为什么有些钢上师两个名字 就是这个原因 除了大钢之外 盖在钢上 这个看似普通的草垫 也在酿造过程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并且不可替代 非它不可 这个就是用我们 酿酒的糯米的稻草 它才成长的 保育的比较好 一个是保温 一个吸射 它水风大了 没吸射 草气在哪呢 水风全部吸在草盖上 你盖草盖上翻个身 像今天开钢 今天翻个身 外面的水分 就在下面 再吸射水分 要是送的盖子 全部上面水 一滴得下去 就不行了 如果滴得上面 上面就全部是红斑 在交集等待了十几天之后 周新终于拿到了 做醉蟹的原料 他说 以前醉蟹都只能淹母蟹 有了这三天的酒糟 现在公蟹也能淹了 在当地历史记载中 这蟹与酒 还有一段纠缠不清的故事 大家把这个线赶快摆一下 把那个绳子旁边那个 线线脚脚把它修剪一下 待会直接上蒸笼 来 放到下面 来 来 今天下午刚刚把这个酒糟拿回来之后 赶快 这有了这个三天的这个酒糟 咱们得赶快做 时间差不多了 先关火 以前醉蟹只能淹母蟹 而这个酿了三天的酒糟 就是周新能把公蟹 也腌制成醉蟹的秘诀 因为之前用的是这个倒酒直接下去做的 对母蟹的影响不是太大 但是对宫蟹 宫蟹里面油膏 一遇到酒它就会化掉 化掉以后 那个里面的那个螃蟹的这个油膏 吃上去就跟海绵一样 一点口感都没有 而且味道很差 但是我们现在等着这一味这个酒糟过来 原因就在于用酒糟下去 酒未有了 但是这个油膏 它就是完全能够把它保存住 在关键的时刻 适当时候就把这个酒糟加进去了 加进去之后 这个酒糟起的最大的作用 就是可以把所有重量的这个味道 全部提出来 非常纯正的一种味道 也是非常孤朴的一种味道 这锅汤呢 基本上就是已经熬制完成了 那么往下去 就是要把这个汤倒在这个大桶里面 把它冷却 完全冷透了以后 把冷却的螃蟹 再进到这个缸里面去 千万千万不能用热汤 跟热螃蟹来做 因为螃蟹热的时候呢 它是那个肉质是比较松散的 热的泡出来啊 这个肉质就跟泥巴一样的 一点弹性都没有 据说当地醉蟹的来历 也与酒有关 因蟹而来的人 因酒而勿示 引来百姓捉弄 却阴差阳错 有了醉蟹这种吃法 往年这个时候 他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却什么也做不了 必须要等时间 要等时间呢 至少时间 我现在要急死 他在急什么 他又在烦什么 还真找不到第二个 我们现在是很担心 老钢酿心酒 可是让钢变老不容易 钢它两年以上 就要开始开裂了 没有不开裂的钢 这种酒会变色 名字还是皇帝给取的 徐明真正的官方名字 是从明朝朱元璋遇刺的 明朝就已经各个环节可追溯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钢是谁做的 哪个厂做的 都必须要刻账刻名字 请请收看本期乡图 酒钢里的故事 醉蟹是在东晋时期 我们这个地方呢 特别适合大杂蟹的生长 所以说这个螃蟹越长越好 越长越好 最后螃蟹成了灾了 朝廷就派了这个 就派了一个利部侍郎 叫毕卓到我们这来 就是专门帮着老百姓 除这个螃蟹的灾害 但是这个毕卓呢 天天正式不干 特别喜欢喝酒 天天喝得明顶大醉 不帮老百姓去解决这个问题 老百姓就捉弄它 就把这个螃蟹 就弄到它那个酒台里面去 这个毕卓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起来 头轰轰欲碎 他一看 这个缸里面还有螃蟹在里面 他就把这个螃蟹捞出来吃 一吃 哎呦 这个味道不错 一川石石川板 这个味道特别好 特别好之后 这个老百姓就把这个螃蟹 就把它做成坠现 越来越多的人 赶到我们这个地方 来吃这个坠现 后来那么就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演变 这个大家把这个配方工艺啊 什么东西越做越精 那么从上面 这个一袋一袋传下来 传到我们这呢 就成了现在这个 这个醉蟹 这个故事啊 在我们这个 当地的这个历史上面 它真的有记载 这种真实 来来来来来 尝尝醉蟹 等新米用老钢 酿新酒 泡醉蟹 如此大费周章 当地人却乐在其中 因为这是他们一直沿袭下来的传统 这就是他们心里有滋有味的生活 饮食文化中 表达着当地的地域特色 也反映着当地人的生活态度 酒缸里究竟装了多少故事 新米饭 风缸酒 醉螃蟹 都在酒缸里 留下了他们的历史 蟹香 酒香 稻米香 也是收获季节 当地人餐桌上主要的味道 只要这里的山水不变 人不变 酒缸里的故事 就会继续流传下去 山上飞的 天上飞的 山上跑的 山上跑的 地下走的 地上走的 要找的是三黑 您知道这是哪三黑吗 好喝吗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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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用山泉水做出来的羊汤 会有怎样特殊的味道 这个羊肉嚼起来 很紧实 很有嚼劲 白水煮肉 为什么还称得上是特别的美味 就是我们的童年那种 黑夜色的 也要去侧队 就转出来了 这吉山黑鸡 它爱吃一样东西 它就是我手里的 花椒 爱吃花椒子的鸡 您见过吗 敬请收看下期乡土 来武寻黑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